叶远,你知不知道,据数据统计,在新西兰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肥胖 对啊,这个早就统计过这个数据 是吗?反正我不是胖子 我也应该不算是胖子 那看来只有一种可能了 新西兰2020到2021年的统计数据指出 15岁以上的成年人里,每三个就有一个肥胖 新西兰虽然人少,地也不大 在国际舞台也没什么存在感 但是呢,肥胖率却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里排名第18 我国排名第145 为什么朝鲜的肥胖率还更高一些呢? 昨天我去理发的时候,发现帮我剪头发的几个理发师体型都比较大 我也成功的凭借一己之力,拉低了新西兰局部肥胖率 给我一颗小红星,马上告诉你,为什么新西兰的胖子这么多 第一,蔬菜太贵 新西兰蔬菜的价格,尤其是冬天,不知道比肉贵到哪里去了 每公斤蔬菜的价格比肉可以贵上好几倍 关键蔬菜这东西虽然对身体好,但是它不顶饱 同样多的钱,我去买肉吃可以吃饱 但是买蔬菜就会挨饿,所以大家都去买肉吃了 第二,新西兰别看是发达国家 贫富差距其实还蛮大的 当你在市中心的街上看到红色法拉利从流浪汉前开过的时候 就会意识到这边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吃不起饭 据统计表明,最贫困地区的成人肥胖率比最富有地区的高1.7倍 而在儿童中则是2.5倍 有钱人往往不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他们有足够的金钱去支付相对健康的食物 比如水果、蔬菜等等 而这些是穷人负担不起的 他们只能去选择油炸或者高淀粉类食物来填饱肚子 并借此提供足够的能量来支持体力劳动 长期摄入高能量的食物最终就会导致肥胖 第三,新西兰的公共交通实在是太落后了 我以前读高中的城市 公交车一个小时就一板 还动不动到罢工 所以大家出门时只能开车 在国内平时没事 几个公交车得拼体力 坐地铁得上楼下楼 再不计扫个共享单车 一天也能消耗个几百大卡 但是在新西兰 去哪儿都是开车 车一停再走几步 基本就到你要去的地方了 所以啊 除非你主动去健身房 或者参加体育锻炼 不然吃的肯定比消耗的多 哎呀,还减肥呢 你看看这 健身房楼下就是饭店 还减个毛线啊 这真的是个扫元 rà shock 明天就能使用 扫元的扫元 过去的扫元